我叫Martina,来自意大利 我在萨洛蒙的主要工作是负责内容制作 同时我也跑步 但是我的主要工作是在这个队伍里负责包括视频、照片、文字报道等等 给大家带来萨洛蒙队的情况 当然我也是个不错的跑步选手 因为你要跟着这个队伍报道 你就要跑得非常快 对于我们这个队伍的报道来说 有时候会比较容易 有的时候会很困难 这主要取决于赛道的情况 因为有的赛道比较容易跟上队伍 有的赛道则因为是越野赛的缘故 难度会很大 我们主要会用一些诸如GoPro之类的设备来拍摄视频 但是更多的时候还是用手机来拍摄 这是为了第一时间跟我们的观众进行沟通和互动 我们利用一些社交网络 特别是Twitter和Instagram 其实完成一个报道不只需要个人 还是需要团队的努力的 我们会尽量把每个人能得到的内容跟受众进行沟通 当然了 我们也得到了各方面的支持 这会让我们的工作变得更加容易一些 我也是第一次来报道这个赛事 我们更希望可以带给观众更多有现场感的即时报道 包括直播一些内容 当然我们有非常不错的选手 比赛也会变得非常有趣 对于我们来说呢 我们会尽可能的提供更多的内容 特别是提供非常好的内容 尤其是图片 我们希望拍到更多更好的照片 我们也可以用在广告宣传上 我也希望可以通过这些宣传 不仅仅使得这个赛事得到提升 也使得这个队伍得到提升 当然这也会提升我们平台的形象 这里的气候还是不错的 会让我们拍出非常好的照片 其实这几年我们都在尝试做TV show 比如说我们去中国或者其他的一些地方 赛事也好训练营也好 我们都会拍摄一些影片 这些影片会给我们自己品牌一些展示机会 展示我们的品牌 我们萨洛蒙的队伍是怎么样的 运动员如何来支持这个品牌的 品牌的内涵是怎样的等等 有些赛事主办方他们比较友好的话 我们也会有些比较好的自制内容 也会提供给我们相关的材料 能够让我们制作出一个非常精彩的影片 我希望受众可以通过观看TV show 来了解我们品牌的精髓 今年我们在社交媒体上所使用的主题叫做 Time to play 也就是希望每个参与这个运动的人 都能够享受整个过程 当然作为一个跑者 我也有今年的计划和夏天的参赛计划 但是很不幸的是 我今年早些时候受伤了 所以我不得不改变我的参赛计划 我的腿上有一些伤病 我希望自己可以很快的伤育复出 有联好的状态去参加比赛 因为伤病这个问题 我不得不做出一些赛事的调整 比如在德国的比赛 我不得不取消参赛计划 不过之后我还是会有一些赛事的计划 包括在7月份会有一些积分赛 包括意大利比赛等等 最后也希望自己可以有机会参加最后的总决赛 我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训练 能够展示出更好的竞技水平 所以我只会选择几个赛事 到哪里我希望竞技能 在哪里我会竞技能 中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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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军